国际焦点先来关心 美国在18号再爆出了枪击案 德州四名拉拉队队员相约在停车场 一同要搭车去参加训练 而在凌晨结束训练要回到车上时 其中一名拉拉队的成员罗斯 却不小心开错了车门 他道歉之后回到车上 但是没想到男子却下车 并且到他们的车旁掏出了手枪 对所有人来开枪 来听听看他还原这事发经过 好这名枪手开枪之后 导致了一人轻伤一人重伤 其中一名拉拉队员配一顿华盛顿 伤势是特别的严重 而目前美国的募资平台 已经替他来募得10万多的美元 而在这起枪结案之前 纽约以及密苏里州 才分别有两名青少年 因为了按错门铃开错车道遭到开枪 美国的枪支暴力 有事件是不断的发生 尤其是四人以上伤亡的大规模枪击 以及校园滥射的情形 不过属于共和党 并且要打算投入2024大选的 美国前总统川普 却在美国步枪协会年会的演说当中 他强调美国人勇枪 是好几世纪以来的一个事实 跟大规模的枪击 以及校园枪击无关 这个结果是立刻引发了争论 来听听看他的说法 而根据美国的一项最新数字的一个统计 美国光是今年到现在是已经发生了164起大规模的枪击事件 各类的枪击已经导致了12486人伤亡 那么大陆外交部针对了媒体提问 引用了美国媒体的说法 表示美国大规模的枪击事件就是美国耻辱 我注意到有关的报道 也注意到有美国媒体将大规模枪击事件 称为美国的国家耻辱 美方年复一年 发表长达数千页的国别人权报告 对他国人权状况指手画脚 就不能下期里解决国内的枪支暴力问题 干一件对保护美国人民的人权有实际意义的事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